太平是台中种植麻竹笋的最大产区 每一年7到9月进入了盛产期 为了要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农会就和五家的餐厅业者合作 举办了年度的美食饗宴活动 这每一家的业者都利用麻竹笋 还有当地的食材 推出了创意的竹笋料理 要提振大家因为天气热而低迷的食欲 太平农会三巨头戴起厨师帽 总干事与文青当起大厨 现场操刀示范起美味的竹笋料理 来替今年的竹笋饗宴打头证 说要太平的优质农产 不能错过的美味料理之一就是麻竹笋 农会和五家餐厅业者跨域合作 推出竹笋饗宴 希望让民众品尝到美味的佳肴 跟我们的固定的餐厅 配合我们的以竹笋为主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餐饮 我们希望可以推广我们的一个农业 也可以帮助农民们 把我们的麻竹笋做最好的推销 所以这些餐厅他们使用的一个 竹笋大餐的一个饮料 全部跟我们太平区的所有我们的竹笋 我们来拿他的一个麻竹笋 所以配合相关的一个料理以后 其实每年推出都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微小 不管是竹笋做成的鲜果沙拉 还是和木瓜丝搭配 做成泰式青丝柠檬鱼 爽口又开胃 还有这一道笋香绣球垂绿露 泰式打抛笋香米糕 餐厅业者利用麻竹笋和当地食材 发挥创意 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竹笋美味料理 竹笋做的甜点 那我们加上希腊式的优格 然后再加上上面这个不是姜黄 这个是我们的比较珍贵的竹笋花粉 那搭配竹笋的味道非常的清新甜美好吃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将竹笋做成香肠 然后把它包进我们这个甜笋点里面 那整个包含竹笋米肠 然后包裹在笋子的就是粽叶里面 它再下去蒸 那味道很特别也很好吃 青木瓜海鲁鱼这一块 就是我们用泰式酱加上青木瓜的部分 来做一个鲁鱼的一个做彗铃的动作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道是我们的创意菜 还有我们的创意菜就是我们古早味的芋笼鸭 那结合呢面包的部分跟这个笋子的部分 跟蔬菜然后来做一个搭配的组合 两只猫猪笋还有我们的冷冻栗汁 那时候我们还有冷冻栗汁 现在绿子已经不是产期了 我们还是有这种冷冻栗汁 还有我们蜂蜜的一个我们的一个 酸水果的一个冷饮 还有我们的以竹笋为主要做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竹笋香肠 还有我们的竹笋泡菜 等等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是 这次我们的赠送的真的非常多 农会表示要让民众品尝到太平麻祖笋 清脆香甜的好滋味 而配合庆祝父亲节 只要民众预定在8月1日用餐 农会还准备了鲜祖笋 蜂蜜冰饮等农餐美食送给民众 数量有限 想让民众手脚可要快 这次是台中常报道